台风也打乱游客的行程 眼看东流线将在26到28号全天停市 今天一大早不少游客就提早回城 就怕风浪大 小琉球运民也请来了吊车 吊起交伐房台 至于不留级货柜船 天使轮日前沉没外海 根据了解 落海货柜大约有1349指 扣除掉沉没的货柜 目前只打捞约303指 还有100多指货柜搁浅 相关单位也加快处理 一大早东流线码头满满人潮 打包行李游客陆续搭船返回 就是因为台风来搅局 怕我们提早回来了 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提早回来了 杜苏瑞台风来势汹汹 屏东东流线尽管25号正常营运 但26 27跟28号三天将全天停市 因此有不少游客提早结束旅程 那今天预计的话 回来人数大概会有一千多人 另外民生物资也展开运捕 只见小琉球的超商钱堆满生活用品 至于当地渔民也进行防台措施 台风天要来了 渔民开始前期作业 进来吊车将交罚船只吊起来 渔民就怕身材工具 除了遭风浪侵袭 外海漂浮的货柜也是一大威胁 大型吊车以及挖土机 在码头边持续吊挂货柜 海面游屋作业船只也如火如图清除 不留级货柜船天使轮 日前沉没外海 据了解 落海货柜大约一千三百四十九指 扣除掉自然跟随传沉没的货柜 仅完成打捞约三百零三指 目前还有一百一十指货柜 在沿岸搁浅 针对这一百一十指 搁浅的货柜积极在处理 如果没办法掉的话 就继续移到这个南新温 交通部长王国才也前来视察 毕竟台风来袭跟时间赛跑全面备战 接下来高雄评论做报道